另外我們還要準備一些東西 就是暖水和小匙羹 我幫你倒少許水 惡夢就來了 就是他的哭聲 皮的頭髮突然變大 弄得都是大頭怪鷹 或者在那裡看著他 是不是還在呼吸 對 要把手放在他身上 Hello 大家好 我是BK小編沙洛咪 今天想和大家參觀一下我們的夢境 在開始之前 先請大家訂閱我們的頻道 訂閱我們Facebook和IG 現在就開始了 其實我是一個經常發夢的人 不是發八日夢的人 就是晚上睡覺醒來發夢 而且我經常和同事們分享 昨晚發了什麼夢 很多奇怪的夢 對 而且我覺得 反而是由我有了開始 到真的阿皮出了世 那段時間 那些夢是更多 更神奇 甚至是真的有出現過 傳說中的胎夢 所以今集想當聊天 又和大家分享一下 不如我先說一個最近期的 就是在阿皮出了世之後的 所謂的地獄一星期 剛剛出生的一個禮拜 是 就是自己可能壓力真的會很大 始終還沒臭過初生寶寶寶 那時候每次都 Tom 餵了夜來 十二點半又要睡 三點半又要睡 其實你睡得很少 誰知道 就叫做完結,放了牠在寶寶寶寶 我一閉到我的眼睛 那些惡夢就來了 就是牠的哭聲 那一會就不能讓你休息 對,真的這樣 然後是 而且是真實的夢想 我放回寶寶床 然後皮膚的頭突然變大了很多 好像大頭怪嬰 而且它在床上掉下來 但是我被皮疙瘩紮住了 我沒得去撿回它 很新的 會經常拍 戴著頭這樣滾 對 但很想下去撿回它 但是不行 然後很害怕 很害怕 然後就醒來 然後你就會馬上看回去 但明明它是沒事的在那裏 是不斷發這些惡夢 我覺得是很困擾和很辛苦 但我想應該是因為 壓力大 整個人覺得照顧不到它 會不會有什麼意外 真的這樣放一手指去檢查它 也有 或者在那裡看著它 是不是還在呼吸 對 它放了手在心裡 其實你發這麼多奇怪的夢 都代表你遲意識 可能很大壓力 或者很多人擔心 才會這樣 對 身手媽媽 真的會有精神錯亂 沒錯 所以說到底 為什麼在現實生活這麼多擔心 我想其中一個最大部分 就是真的很害怕小朋友不舒服 尤其是阿皮的BB的年紀 而且你現在自己都病過 對 都中過 那你真的很擔心 所以我覺得 還有一個方法可以令自己安心一點 就是家裡擺椅子開門口的藥 起碼冷氣上手 你真的有些東西可以先處理 例如是報應單 喉組髮潭時間和喉組門 我們在繼續說下去之前 都要感謝愚人生賺了我們這條片 我初時聽到報應單 通常都是聽到盧一輩這樣說 哎呀 給BB 給我定驚再用 沒錯 但是真的不知道她可以當作門口藥 這樣用 其實這裡是愚人生嵌性 嬰幼兒的感冒三寶 他們其實全部都是在香港製造 有做過一些專門的測試 專門給小朋友不舒服的時候可以吃 其實每一隻都有不同的藥效 針對著不同的病徵 可以對證下藥得到 或者我先說 就是剛才說最訊號的 這個報應單 這個標字 應該大家都經常都看到 或者家裡以前應該有 這個記憶是有見過它 其實這個就是 給小朋友或者BB 在感冒初起的時候去用的 它可以舒緩到 例如發燒 咳嗽 流鼻水 打黑痴等等 痰多這些 在感冒初起的時候 就可以用這個 而喉組化痰散 就是專門已經訂購 感冒的時候用的 它就可以舒緩到咳 多痰 或者很多痰的時候 很難咳出來 就可以用得著它 但我看到這個 又是喉組抹 其實跟喉組化痰散 是不是都類近的東西 有什麼分別 雖然就這樣看 兩個都像喉組 很類近的 但其實它最大的分別 首先就是在成分 因為喉組抹 你手拿著這個 其實它是100%用喉組抹去做的 但是剛剛說這個化痰散 它就是除了喉組抹之外 還有其他有效成分 而第二個分別 就是要因應在你病的時候 不同階段去用 當你病痛很辛苦 感冒痰的時候 就用我剛才說的化痰散 但當你感冒痰痰 但當你感冒痰痰 那些很難斷尾的狀況 沒錯 就是會用喉組抹來對付這個環痰 它就可以幫你止咳 順一條氣 以及清除了環痰 不過說起胃藥這件事 作為伸手慢慢 真的很雞手鴨 而且很厲害 本身病已經很緊張 然後有胃藥也很害怕她不吃 所以做一個精明和冷靜的媽媽 就記得在胃前一定要看說明書 例如以這個保鸚單位 其實它其他都有的 對 全部都有說明書 對 在後面 它都有說到 究竟不同歲數的寶寶要吃的份量是多少 因為要注意是真的會有分別 例如當阿皮作為例子 明天就五個月 這裡就有寫的 就說一個月至兩歲的寶寶是每日一次 每次一瓶 對 裡面呢 這樣就為之一瓶 那它究竟是怎樣吃的呢 所以今天要麻煩Ivy幫我做這個示範小姐 來示範一下 對 是這樣 阿皮的份量來說就是要吃完一瓶 另外我們還要準備一些東西 就是暖水和小匙羹 這樣 其實這個方法也很簡單 對 我幫你倒少許水 我又輪盡了 倒死你 果然是雞手鴨肉的代表 好 好 我們現在把粉全部倒進去 然後用一些暖水 其實主要是可以溶解到粉末就可以了 我想要倒少許水 沒錯 你看到其實都差不多了 就是這樣 顏色都是啡啡的 然後呢 倒入筋 或者我不知道你餵藥是否會用飲筒 你看它多大 我記得當時有餵過QQ 不過我是餵小藥的 就是要是用針筒 要是用小匙羹 就當作餵它喝水 當然不會那麼大匙羹 你可以每次引用的份量 逐點逐點餵它 但通常你最好一開始就有人幫忙 按住它 對 真的很聰明 還有可以用咀嚼它 讓它以防不要吐出來 真的有作用 餵藥來說 醫生也提醒過 就是不要等它剛剛吃完奶就胃 對 因為它可能還會吐奶 那些 你連藥都吐出來 又等於浪費 浪費了些東西 對 所以這個也是少少提醒 還有我自己覺得 在中藥來說 其實相對在西藥 都會成分比較溫和 我見過有些媽媽分享 她自己小朋友吃完 就說都不會有呆呆滯滯的情況 你見到寶寶 吃得玩得睡得 你自然就會安心很多 最主要 其實最重要就是這個 你見到它這樣 你就會覺得 它應該就會很快康復 就不會那麼擔心 可以繼續分享我們的胎夢 歡迎來到我們的夢 當時我還在大肚子 因為未到三個月 我沒有跟公司同事說 但有一天 無情情回來 坐隔離位的同事 突然說 喂喂 我的胎夢呢 你有了 然後還在分享 我夢境 我心想 立刻回答到 聽到的時候 又有寫虛 然後口都閉起來 心想有沒有那麼神奇 應該不會知道 或是怎樣 然後我還說 你發夢啊 神經病 不斷問我 真的呀 你是不是有了 我就死了一口也不回應 但當時我真的害怕 我是不是有什麼 暴露了 然後我事後才跟她解釋 我覺得 真的這麼瘋 會有這樣的胎夢 講起這一種的經歷 我也是有試過 但是還夢到的人 是阿皮的公公 即是我爸爸 好吵到 對呀 真的很神奇 因為那時候 其實連我自己都未知 我自己是有了 究竟我怎樣 最後知道這件事 有一天 我和我爸 就報起 就跟他說 你要做公公 這樣說 然後他就 是電話來的 他就呆了 他就跟我說 我早兩個星期 做夢 就見到一個小朋友 我想可能幾個月大的寶寶 就在夢境裡 就見到一個這樣的寶寶 然後就叫他公公 好瘋啊 這樣 好瘋 然後我爸是說 他是嚇醒了 但是他那一刻 他又沒有馬上打來問我 我是不是 我只是做夢 你覺得 那當然也沒有 你不可以說 阿女兒 他沒有的 他沒有的 他沒有這樣的 但是呢 當我告訴他 有了的時候 他就說出來 他就說出來 然後再瘋了一點 我覺得 就是我問他 你記不記得 那個寶寶是男子 還是女子 或者他的樣子 是怎樣 他就說他沒有一個很清晰 看到那個樣子 但他大概 腦子覺得 是男子 而 阿奇 真的是男子 那我就覺得很搞笑 阿奇竟然是第一時間 去通知他阿公 而不是通知我 或者是他爸爸 很尊重長輩 沒錯 有禮的小孩 其實我真的整個懷孕期間 都一直發夢 經常跟他們分享 其中一個 我自己也覺得很神奇 就是懷孕中期的時候 那段時間好像是打風 真實環境也是打風 我又發夢 又是打風 我就是在我自己家裡的當時 還有我在夢裡 我也是有意識 知道自己是有了的 本身你們覺得打風 一定是外面 就是橫風橫雨 我還記得我 在夢境的視角 就是我在家裡 這樣看出窗 看到其他人很狼狽 打風又不水 又水浸 年代不水 對 就是這樣 但是我自己在那家裡 不知道為什麼 那家裡好像是用鐵皮屋 應該是很不堅固 但是它又很穩固 很光猛 你不覺得打風很安全 那一刻在窗裡看完出來 我就想走出門口 看看有沒有東西要幫忙 但是又很害怕 覺得自己游了又不敢 然後就在遠處 有一個婆婆的身影走過來 但是也是我看不到她的樣子 但不知道為什麼 那一刻就是自己 又是有一個意識 就覺得那個是我婆婆 但是神奇的地方 我是從來沒有見過我婆婆 因為我婆婆 在我未出生之前已經過世了 我本來不應該對她有一個印象 但是我覺得那個是我婆婆 然後她走過來 然後跟我說 可以不用怕的 我看過她 沒有人需要幫忙 我們在這裡很安全 她就這樣說 然後我心裡又很安定 然後婆婆就跟我說 你肚不肚餓 不如我煮一些東西給你吃 這樣說 然後我說我不肚餓 然後我醒了 就覺得 嘩 為什麼會這樣呢 我從來都沒有覺得 會夢到婆婆 或者小時候都會 覺得我未見過婆婆 很想在夢中見一下她 然後我是馬上 因為那一刻我是怎樣醒的 我就是開始意識到自己是發夢 然後我就跟自己說 我一定要記住這個夢 然後就要跟我媽媽說 然後我馬上拿電話 打電話給她 告訴她的夢境是怎樣 很怕自己不記得 然後就這樣說給我媽媽 然後我也真的不知道 這個是巧合 還是怎樣 就是我講完給我媽媽 之後她就說 因為她早幾天 就叫了我舅母 就拜神 他們 就燒一些東西給我婆婆 就說 就告訴她 可言有了 對 就是要她保佑我們 平安 母子平安 然後我就不知道這個夢 是不是阿婆 簽收了那堆 燒給她的按鈕 然後就告訴她 我收到了 放收了 放心保你平安 對 就是這樣 然後我真的覺得 嘩 是好 無管動 對 還有我記得她還有說 不用怕沒事的 我們門口有貼到 觀音大使她會保佑我們 就是這樣 所以就不知道大家信不信這些 對 有沒有類似這些 對 可以留言給我們 對 很神奇 但是你問我自己的立場 就是我覺得 我收到你的祝福了 婆婆 對 我是開心的 發完這些夢 對 安心的夢 對 而且也祝福大家 希望大家做了人媽媽 之後又搞好睡 少點擔心 少點擔心 或者發的夢 對 我們這條片就差不多了 記得有有趣的夢境也要跟我們說 對 我們在臨走前也要再提多次 大家要訂閱我們的頻道 以及追蹤個人Facebook IG 我們下條片見 拜拜